在升旗典礼人潮比去年还要多 因为有许多的民众都是为了总统府前发送的这个国旗围巾而来 不过今年围巾生产现故障了 原本9999条的围巾只剩下一半 民众是想的拿 有的人是被踩到了 有老人遭到了推挤而受伤 被送救护车然后送医治疗 主办单位他眼见场面实在是太乱了 所以就宣布停止发放 你推我挤 总统府前赠送国旗围巾的现场 只听到民众哀嚎的声音 因为一条排队队形早就不见 人潮从四面八方涌入场面失控 主办单位只好宣布布发了 这边赠品不发送了 请离开好吗谢谢 这边赠品不发送了 请离开谢谢 三度停发因为场面实在太乱 小朋友从桌上掉到地上 还有80多岁的老人家被人推倒 差点受伤 你不是警察你 插队 插队 不要插队好不好 不是插队 我拿紧 我拿紧 南州推挤 因为原本9999件的国旗围巾 生产线故障 总统府前直送5000条 加上动线没有安排 排队升旗和领围巾的民众混在一起 有民众一点就来排队 但什么都没拿到 刚刚你看几道有老先生受伤啦 刚刚前面有人受伤啊 不好嘛 拍不到嘛 满板的怎么排 你要走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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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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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99主办单位的衣服 民众等了五个小时 国旗围巾说不发就不发 30多位民众围着男子讨公道 2010年的第一天 只为了一条围巾满肚子气 中内新闻陆耀东 邵紫阳方九台北猜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